即使你不买东西也可以偷窥一下我平时买什么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看别人的购物车清单啊 或者是类似于这种看看别人都平时买什么东西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宝宝6到12个月的必备单品 其实这个视频做的特别晚了 因为我的宝宝今天刚刚好是他16个月的生日 所以确实做的特别晚了 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下 因为我觉得宝宝在6到12个月这个阶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而且呢他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期间他开始学会坐爬站走 他可能会经过睡眠训练 或者是起码他的睡眠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他也开始吃腐食了 很多爸妈开始训练他们自主进食等等 总之这个阶段我觉得他经历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所以呢很多产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用了很多东西 都是我到了现在都每天都在用的 在这个阶段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就推荐给大家 当然了我说的必备单品不是说大家一定都要出去买 而是说这些产品真的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所以呢我想推荐给大家 希望也可以帮到大家 而且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嘛 国内的小伙伴可能有一些单品不太好买 但是起码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路 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有方向的去选择 今天的产品我都会念在下面给大家 大部分都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而且呢我在亚马逊上开了一个店铺 也不能说店铺吧 就是我的一个亚马逊的清单等于是 所以你们点进去呢 直接就可以看我所有在亚马逊上推荐的东西 不单单是今天推荐的这些商品 我都把它分成几大类 比方说美妆类的呀 母婴类的呀 还有lifestyle等等都给大家分得很清楚了 之前我一直都想坐来着 但是一直都懒没有坐 然后呢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回来问我 啊这个在哪买有没有链接呀 所以我就想方便大家 所以呢有一天晚上我就一股做起 把我所有的近两年买过的 亚马逊上的东西全部都整理了一遍 这一些不是所有我买过的东西 我们家真的是几乎每天都有亚马逊的包裹 但是这一些东西呢都是我整理出来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很多东西我用过的不太好用 或者是干脆就退掉的那些 我就没有给大家放上来 所以这一些东西都是我觉得 我亲测过 非常非常好用 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所以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一看 即使你不买东西也可以偷窥一下 我平时买什么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看别人的购物车清单呀 或者是类似于这种 看看别人都平时买什么东西 anyway 所以呢我会把那个店铺链接 也连在下面给大家 如果大家通过我的链接买呢 我是会有一点点的拥紧 但真的很少很少的 一个月也就十块二十块吧 而且很多都是我通过点我自己的链接赚的 所以呢非常非常少 但是呢如果大家通过我的链接买 我还可以很想感谢大家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为了我赚钱呀或者什么的 anyway 废话就不作出了 我们就先从大件的开始吧 我专门列了一个清单 很多大件呢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售给大家 我就给大家贴一个视频片段 第一个呢就是宝宝的汽车座椅 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家买的是Nuna的Rava 我们用的非常好 而且Nuna呢是汽车座椅里面的佼佼者 就是他们家的座椅的安全指数 在各个品牌里面都是名列前茅的 不管你去看哪一个排名排行榜 而且我在专门宣传婴儿座椅安全知识的政府机构的网站上 他们的demo视频都是用的Nuna家的汽车座椅 所以我觉得第一他家的安全指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给宝宝买汽车座椅第一考虑的问题 因为汽车座椅主要就是为了宝宝的安全嘛 所以我觉得他家的品质是可以信赖的 宝宝坐在里面也很舒服 所以呢到了给宝宝换汽车座椅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换了更大一点的那个convertible 到现在宝宝就坐得非常舒服 几乎没有任何哭闹的时候 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他想睡觉但是睡不着那种 但是呢这个座椅它是坐得非常舒服的 而且就像我说的安全性我也非常放心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第二个呢就是宝宝的婴儿车 这也是我周年庆的时候入的Cybex Lebel 我选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轻便 它折叠起来以后就是一个背包的size 非常的小 带上飞机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上面的那个行李架上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的其实也用不着 就是能不能放上去那个行李架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婴儿车你都是在机舱门口 Check in 然后他们直接就给你拉下去了 你要下飞机的时候婴儿车已经在机舱门口等你了 所以根本就不用带上飞机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以不用考虑 但是呢它轻便是真的轻便 唯一点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介意的 就是它不能单手折叠 折叠的时候都必须用两只手 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 因为一般我也是先把宝宝放到汽车座椅上 然后再去折叠那个车 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介意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但是呢这个车真的非常的方便 我现在出行的时候就是去个超市啊 很短的时间我都是用这个车 一般我这个车呢就放在我的汽车的后备箱里面 我就不用管它了 等我出去的时候我就都用这个车 那个大的NUNA的那一套我们还是在用 但是呢只是宝宝比方说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 走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它 或者是比方说你要出去一整天迪士尼啊什么的 可能我们会带让它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出行甚至外出购物啊什么的 我们都是会用那个小的车 一个是它在后备箱里面的空间站的非常小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体的 你不用把那个座拿下来 然后再把那个架子拿下来 然后再把座放到架子上 再把宝宝放到车上 就很麻烦 尤其是我一个人带宝宝的时候 我可能有的时候就去个超市呀 去个银行呀 我就需要很快速的把宝宝抱上车 然后再放下来 所以呢这个车就非常方便了 而且呢宝宝在里面坐的也很舒服 我们有的时候去购物啊 宝宝坐在里面两三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完全没有问题 我一次我跟Aria去购物 我们一直从下午两点钟逛到六点钟 宝宝一直在车里面坐着 完全没有哭闹 到了最后可能实在坐不住了 我才把它抱出来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要走了 我家宝宝真的是一个小天使啊 当然所有的宝宝都是小天使 但是真的是很好了已经 所以呢这个车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还有一个大件我没有办法说给大家的 就是宝宝的餐椅 宝宝六个月以后就可以吃腐蚀了嘛 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给他备一个餐椅 我们买的呢就是非常网红的 IKEA家的那个最便宜的餐椅 那个餐椅一直都在断货 也不知道好不好买 但是呢我们那个餐椅是别人送的 我在我的妈妈群里头喊了一声 因为我买不到嘛 然后有个人就说 我有个新的你要不要 我说要要要 然后呢就是别人送的我一个 就非常感谢这位妈妈 这个餐椅我用的非常好 一个呢就是它很便宜 性价比很高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非常好清洁 全部都是塑料的 然后呢弄脏了也不心疼 然后那个桌子呢你可以把它卸下来 反正隔一段时间我就把它卸下来 再拿水冲一下 但是呢一般呢我就是把它擦一擦 就能擦得很干净了 很多餐椅都是那种布料的椅子呀什么的 大家可能觉得宝宝会坐得舒服一点 但是呢真的很难清理就是特别脏 所以呢我真的不推荐 除非你是那种真的很上心的妈妈 经常可以拆下来洗呀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更多的工作量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那个餐椅的 而且宝宝坐在里面 我也没觉得它有多不舒服 虽然都是塑料的 但是它坐在里面我觉得也很舒服 唯一一点呢就是宝宝的餐椅一定要有一个脚灯子 就是让它放脚的地方 那这个餐椅是没有的 但是市面上呢有很多其他的第三方的商家会卖这种脚灯子 在亚马逊上也有 Ezzy上也有 我是在Ezzy上买了一个 反正都差不多吧质量 然后价钱也差不多 倒是还蛮贵的 大概三四十刀左右 所以你买那个餐椅加上这个东西也挺贵的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脚灯子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宝宝长大一点啊 随时可以调节它的高度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唯一建议大家买的一个附加的东西 宝宝吃饭是非常脏的 尤其是如果你教宝宝自主进食的话 它浑身上下 那个座位上呀 头发上 有的时候甚至鼻子里 耳朵里全部都是食物 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弄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你只是给自己平添很多工作量而已 说到宝宝用餐呢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用餐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宝宝的尾嘴 这个牌子呢叫Oxel Tie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硅胶的尾嘴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备一个 下面有兜子的这种 上面呢就是这种防水布的材质吧 但是是软的 然后呢是一个斯拉扣 这个兜子真的是很有用 因为宝宝吃东西的时候 会不停的掉在下面 我最喜欢这一款呢 就是它出行非常方便 如果你把它带出门的话 它非常好收纳 你就把这个卷一卷 这儿有个扣 就这么扣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非常方便的 在你的包里面 所以我是挺推荐这一支的 第一点呢就是 不管是哪一种硅胶的也好 这种的也好 我觉得它在领口都不是那么服贴 我不想把这个 就是特别紧的卡在宝宝的脖子上 所以一般呢 我会有一个布的尾嘴 在下面给它垫一下 然后呢再放这个 所以我每次都给它垫两层 这样的呢 它脖子这块就不会弄得很脏 因为如果你只垫这个的话 脖子这边是cover不住的 所以每一次这个领口罩都会弄得很脏 虽然我也没有那么介意了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一次吃完饭 但是弄得很脏 然后湿湿的都不太好 所以呢 我就在下面再给它垫一个 就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一个为主我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这样的硅胶的垫子 出门在外的时候 或者是平时在哪里随时都可以用到 上面呢 有这种袋子是卡在这个上面的 在上面可以扎一些小玩具啊 或者是它平时的水杯啊什么的 都可以把它扎在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就不会掉了嘛 甚至有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当成玩具 然后在那儿搅 它有配套的那种小餐勺啊什么的 我们买了 但是那个不是特别好用 我就不推荐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我是蛮推荐的 它下面有这种吸盘 你就可以把它吸在桌子上呀 或者是哪里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它不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吸盘呢 吸力不是特别够 它就会吸不住 但是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用这种的 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嘛 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能避免用一次性的东西 真的是尽量避免 因为我们真的是太浪费了 所以呢 我还是会用这个 然后出门呢 就把它带上 宝宝喝水的杯子 我有两个给大家推荐 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熊的杯子 这个杯子 它的价值对我来说 只有一个就是训练你宝宝 用吸管的喝水杯 因为宝宝到了六个月以后 就可以开始喝水了嘛 很多人都会用 类似于这种 sippy cup 就是它的这个头 有点像奶嘴的那种 我不会告诉大家 一定不要用这种 但是我做的功课 就是这种嘴的杯子呢 对孩子的牙齿非常不好 所以呢 能不用尽量就不用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让它用吸管 或者是直接用水杯喝水 我之前买过不下十种 这种杯子 想训练它喝水 但是呢 它一直都没有学会 就把那只杯子 全部都退了 这一只呢 是不能退的 所以我就一直留在现在 我一会儿再介绍这一只 我后来买的 很多吸管的杯子 买了哪一种 它都不会用 它就是没有意识 说这个东西 吸一下 能有水上来 所以呢 我一直训练了 它两个月都没有成功 后来妈妈群里面 有人就给我推荐 这只小熊的杯子 我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 二十秒钟 我的宝宝就学会了 用吸管喝水 非常的神奇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 因为它这个杯身 特别软嘛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因为现在是水杯 但是大家可能看不见 但是呢 它是可以 你挤一下 是可以挤上来的 所以呢 那个水就从吸管里面 有挤上来 然后我给它 放到嘴里的时候 我就稍微挤了一下 它突然意识到 这个吸管里面 是有水能够出来的 所以呢 它一下子 就第一次 它马上就学会了 用吸管喝水 最后呢 就一直用 这只小熊的杯子 当然它的质量 也不是特别好了 这个我也不介意 我主要是用它 是训练宝宝 用吸管喝水的 现在这个杯子的盖 已经掉下来的 其实原来呢 是这样子连在一起的 但是我现在出行的时候 我还是用它 因为它比较小 我就放在我的包里面 也不怎么占地方 所以呢 我非常非常 给大家推荐 这只杯子 现在呢 大部分时间 我家宝宝用的 都是这一只 这个牌子叫 ZOLI Cup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清楚 它这原来有 它商标的这个字 现在都磨没了 我们几乎每天 不是几乎 每天都会用到 这只杯子 这只杯子 最好的地方呢 一个就是它不漏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吸管 是有重力的 所以呢 不管你的宝宝 在哪一个方向 抓这个杯子 都能吸到水 市面上也有很多 类似于这种 有重力的吸管的杯子 但是呢 那个吸管都比较硬 所以水杯在某一个角度 那个吸管就吸不上水了 就很讨厌 因为宝宝它不懂这个问题 所以呢 它吸不到水呢 它就觉得很焦虑 比方说这个水杯 它的这个吸管 在这儿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得清楚 可能看不清楚吧 这根吸管它是弯到这个地方的 所以如果宝宝是这样喝水的话 它就弄不到水了 尤其是在你的水量 比较少的时候 更明显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水杯呢 它拿着 不管在哪一个方向 它都能吸到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很推荐给大家 我平时在它吃饭的时候呢 就在它面前摆两个 一个装水 一个装牛奶 装牛奶的那个 我要提醒大家一句 就是我不知道 它的这个吸管问题 还是水压的问题 总之呢 牛奶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是冷的嘛 然后它到了常温的环境下 它会热胀冷缩嘛 所以那个牛奶会冒出来 有时候 所以大家就得小心点 如果大家不用它放牛奶 就没有任何问题 平常呢 就把它关上 放在你的包里头 也没问题 因为它不漏 这个把手 宝宝也非常容易的抓握 像现在呢 我就一般在家里面 就不给它用这个了 因为它不好抓 这个 所以这个呢 它是非常好抓的 我看亚马逊的评论上 有人说它很不结实 一摔就裂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水杯 包括另外装牛奶的那个 我的宝宝一天能往地上 摔个十次二十次 我的宝宝就非常喜欢摔水杯 如果你家宝宝也是这样的 在弹幕上靠个一 我看有多少人 总之呢 我家宝宝是 把这个已经摔了好几个月了 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没有练 那位网友可能是寸劲的吧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而且你也可以放在洗板机里面洗 它是从下边开口的 就是下边它是有个开口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 能装水杯的那个cup holder里面啊 或者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推荐这个水杯的 那说到水杯呢 就要说一下零食了 我平时在外面呢 就会带一个这样装零食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但可以装零食 你还可以装奶粉 喝奶粉的宝宝出门在外的时候 就是很麻烦嘛 因为你要冲奶粉 就可以事先先量好了 比方说一勺两勺 先把它放在这个小格里面 然后呢 你就带一杯水就可以了 就是解决了你们出门在外 还要带充好的奶的这个问题 现在呢 我就是给宝宝带一些零食呀 然后它这里有一小格一小格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 哇 带这么大一个东西太大了吧 但是我跟你说 一点都不大 因为你带一个小格 两个小格 根本就不够用 6到12个月的时候可能还好 但是宝宝越大了以后 它需要的量就越大了 所以呢我就每一次都带这么一大桶 如果你不想带这么一大桶呢 你可以把它拧下来 你就带这么两格就可以 所以呢 它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呢 在上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嘴儿的 所以如果你在放奶粉的时候 你把它往处倒也是非常容易的 或者呢 它装零食的这种小杯子 我就这样直接往上一倒就可以了 也不用把这个盖掀开 然后再往里面倒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是在帕帕上面买的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去那个网站单独就买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 亚马逊上也有一模一样的 我给大家念在下面 因为帕帕上面比较便宜嘛 所以如果大家要在帕帕上面买东西的话 可以顺便买一个 但是如果大家图方便呢 可以在亚马逊上买 那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宝宝吃零食的一个东西 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来着 因为我本来买它是因为我想买这个水杯 然后呢 它里面带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不拿它当水杯用呢 你可以把这个盖盖上 可以当宝宝的零食用 所以呢 我当时其实想把它退掉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能退 我就直接留下了 然后宝宝可以吃零食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这个给它用 结果效果非常好 一个呢 是它有一个把手这样宝宝 抓得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非常的软 所以宝宝很容易往处拿东西 但是它很神奇的是 这个东西不漏 就是你里头放什么东西 它也不会漏 我一般呢 就是这样把它丢在包包里 我的包包里从来都没有撒的 到处都是零食 很神奇 所以我还是蛮推荐这个的 后来我也买了另外一种 就是有盖的 但是我发现我的宝宝 用的不是很得心应手 因为呢 它就抓着那个盖 然后呢 它就这样拿 就很不方便 它不会抓把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那个呢 它就直接就是抓那个盖 有的时候呢 那个盖盖住了 它搬不起来 它也很焦虑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更方便的 我一般就在上面 给它连一个挂奶嘴的绳 平时我怕它扔的到处都是 我就会给它挂在一个什么地方 就很方便 所以呢 我非常非常推荐这一只 我们家宝宝呢 用的是这一只奶嘴 这一只现在比较脏了 我要把它洗一洗 卷的奶嘴对我来说 有一个必备的条件 就是一定要是夜光的 因为我们家用奶嘴 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帮助它睡眠用的 所以宝宝晚上醒了呢 它就会自己找到那个奶嘴 塞到它嘴里 然后非常非常的神奇 它只要把奶嘴 一塞到嘴里 我在宝宝监控器上 能看到它 它本来哭得很伤心 然后只要把奶嘴 一塞到嘴里 马上就倒头就睡 就是特别特别神奇 所以呢 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有用奶嘴的 我知道奶嘴这个东西 比较有争议性啊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用 怕以后戒不掉呀 或者什么的 那我们家呢 是非常喜欢用奶嘴的 就是有的时候 它会哭闹一下呀 给它塞个奶嘴 它就马上平静下来了 当然我们家 不是时时刻刻 都塞个奶嘴给它的 大部分的时间 它都用不着 只是偶尔 比方说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在它的小床里面 给它丢两个 但它也不是整晚上都用 它就坐一会儿 自己就掉出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OK的 就是它 对这个 不是那么的有依赖性 所以我觉得以后要戒的话 应该也没有那么困难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些人说 奶嘴对牙齿不好吗 我们买的是这种 对口腔比较好的 就是类似于 有一个形状的这样子 反正我听说 这个是对口腔比较好的 不会影响到孩子的牙齿 所以呢 我们用的一直都是这个 宝宝也很喜欢 唯一一点 它不太好的呢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这个有点脏了 该洗了 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就是它上面呢 是有一个 也不能说是一个 开口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它这个里面 不是完全密封防水的 有的时候 你洗的时候 就会有水进去 尤其是你拿一些肥皂水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洗的时候 就会有水进去 然后怎么弄也弄不出来 就是这个特别讨厌 所以呢 大家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每一次 我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都会把它一直晾 晾干为止 才给它用 所以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缺点 但是总的来说呢 我们家一直都是用的这个 还有一个和宝宝吃东西 有关的呢 就是这个嘴儿 一般我们买这种 一小袋一小袋宝宝的食物的时候 它是蛮方便的 但是呢 一个呢 是这种东西 其实大家摸一下 它是挺有棱角的 就是宝宝放在嘴里面 肯定是会不好受的 如果它做的不好的话 可能还会划伤你宝宝的口腔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挤不出来 只有宝宝放在嘴里面 做的时候 它才会出东西 平常呢 不管你宝宝怎么挤呀 不管它怎么手舞足蹈的呀 都不会有东西甩出来 或者是被挤出来 如果你不放那个东西 只是用平时的那个嘴儿 宝宝一定会挤的到处都是 经历过的家长们 应该都知道 在宝宝自主进食的时候 你自己给它拿一个这个东西做 它一定会给你挤的到处都是 或者是手舞足蹈的呀 然后就甩的到处都是 就很麻烦 宝宝是没吃完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盖盖上 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是酸奶 现在我的宝宝已经不吃那种 打成糊糊的腐蚀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直有用它 唯一一点呢 就是一开始你给宝宝用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网友也会评论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盖啊 就宝宝有的时候 它在小的时候 它会分不清这个东西和这个盖 所以呢 它会拿这个盖作 然后它不会去吃这个东西 所以呢 有的人他就直接把它剪掉 我之前有一个也是把它给剪掉了 但是呢 那一个已经就让宝宝做的烂了 所以这是我刚刚又新买的一个给它 然后还有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宝宝吃完了以后 一定要记得把它拔下来 再把这个袋子丢掉 我们之前有一个 我怎么都找不着了 我就严重怀疑 我是把它当垃圾给丢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盖取下来 哦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 这个东西拧到最底下 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这样放上去就好了 大家看见没有 中间有一个洞 这个就不好用了 所以呢 一定要把它拧到最底下 让它完全覆盖住 这样的话才好用 说到宝宝吃饭 还有餐椅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买的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这个旅行用的餐椅 这个餐椅 大家看到折叠以后呢 也就是一个小包的 这样的一个size 然后呢 为大家看一下 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小餐桌的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它放到那个餐桌上 餐桌这个 比方说木头的餐桌 你就把它嵌在里面 把这个拧紧 它就固定在餐桌上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用 一个是它非常的轻便 而且呢 跟大部分的餐桌 都是匹配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 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而且它还给带了一个小餐桌 就很干净嘛 因为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 即使是很多餐厅 它有给小宝宝专门背的餐椅 但是呢 一个是非常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餐厅的那些餐椅 就是他们会把餐桌清理一遍 会擦呀 会清洁 但是餐椅好像从来都没有人 清洁过 就是他们用完了以后 就直接摆在那里 我都觉得没有人仔细的把它擦拭一遍 所以呢 那个餐椅上从来都是 哎呀 特别油啊 黏乎乎的 嗯 大家都懂得 我虽然不是那么有洁癖的人 我也觉得很恶心 所以呢 一般我们就把它放在车上 然后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都会把它带到餐厅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自己的餐椅用 这个布呢 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如果实在是脏的不行了 你就拿下来 把它洗一洗就可以了 我们圣诞节要回去 看孩子的姥姥姥爷嘛 姥姥姥爷家没有餐椅嘛 我们也会把这个带上 有一个小贴士啊 我给大家在这里放一个影片 就是我们通常到外面 比方说到餐馆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架在那个餐桌上嘛 我们在下面呢 会再推一把椅子 就是它本来该在那个位置上的椅子 我们不会拿走 我们就把它推在下面 这样的话 宝宝就有垫脚的地方了 他的腿就不会在那里搭了着 就非常合适 而且呢 把椅子垫在下面 我们也觉得更安全一些嘛 虽然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很结实 很安全 宝宝绝不会掉下去 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是全空的 掉下去怎么办 绝对不会掉下去 真的非常非常的结实 还有一个东西呢 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这个是我从一个盲盒里面开出来的 但是呢 它真的让我有点惊喜 就是用的非常多 这个呢 是一个铺在地上的那种野餐布吧 但是呢 对这个时期的宝宝 我觉得尤其是有用的 因为这个时期的宝宝呢 大部分就开始爬了 但是呢 它们还不会走路嘛 所以还是得在地上爬的比较多 或者是坐在地上 所以呢 如果你出去在草地上 或者是去沙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我之前去参加过两个生日派对 很多宝宝都是这个月龄的 比较小的宝宝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铺在草地上 瞬间吸引了无数的妈妈 把他们的宝宝都放在上面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抱着宝宝嘛 然后宝宝也不可能一直在餐椅上 或者婴儿车上坐着 你得让他下来活动活动 但是很多宝宝呢 他都还不会走 他不会满地跑 他就只有爬的份 但是呢 你又不能让他在地上爬 对吧 所以很多妈妈都跑过来 甚至 办party的那个妈妈 都没有想到要背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一铺开 因为它很大嘛 瞬间的上面做了四五个宝宝 所以呢 到了宝宝 过了12个月以后 开始走路了 可能它的用处就没有那么的大了 但是 如果你 比方说去沙滩啊 去哪里 还是挺有用的 我们最近去了一个staycation 就是在我们附近的一个海边的城市 订了一个酒店 去那边住了几天 我们几乎每天都去海边 就忘了这个东西了 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公就特别懊劳 说 哎呀 如果有这个东西该多好呀 因为 我们就是铺了几条浴巾 但是 真的不如这个东西好 因为就是很小嘛 然后到处露沙子 那个缝里面就会有沙子露进来 然后 如果有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完美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用这个用的很多的 大家可能平常不会想到去买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你到了用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真的太好用了 给大家推荐两个 我觉得比较random的东西 就是这两本书叫 宝宝学中文 宝宝learns chinese 这个系列好像一共有三本吧 我们现在是入了两本 然后呢 它就是中文的童谣 我发现在六到十二个月的时候 我给宝宝读书的时候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就是注意力非常不集中 但是我发现我家宝宝特别喜欢有音乐的东西 所以呢 当时这还是我老公买的 然后呢 我老公就给他买了这种东西 我就发现 唯一他能看进去的书就是这个 因为他有音乐 就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上面来了 所以呢 只有这个书他能看得进去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 因为在美国你买中文的书 真的是不好买 然后这个就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而且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谣 即使你可能不会唱 你不记得歌词 你一听也知道是什么 比方说这个第一集 它就是有小小的蜘蛛 两只老虎 找朋友 划小船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一闪一闪 亮晶晶 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童谣 说实在话 他唱的吧 充其量 也就是发音还比较标准而已 然后呢 没跑掉 但是说唱的有多好呢 也没有多好 但是 不管怎么说 是我在美国能找到的 为数不多的 中文的童谣书 我给大家 听一下 就是这个 然后后来呢 宝宝学会自己点呢 他会自己点 就好像一个CD机一样 好像一个点唱机一样 有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书呢 拿到屋里的各个地方 他在那边玩的时候 他就随便点一下 然后好像给自己放CD一样 就在那边听歌 就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 目前买了两本 可能后面还会去 录最后一本吧 说起来宝宝玩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那个宝宝的围栏 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售 我就给大家看一段片段吧 这个东西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宝宝到了这个阶段 他开始爬了嘛 甚至开始站了 有的时候呢 我就想做点什么东西 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放他 所以呢 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里面呢 给他准备一些玩具 他就可以自己玩一会儿 或者呢 他就自己在里面爬 我就会觉得很放心 不是说 你要把宝宝丢在那里 真的是有的时候 你想去上个厕所 你就是需要 把宝宝放在那里 放个几分钟 你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去做一点事情 真的是需要一个 非常安全的地方 把他放在那里 我从来都不会直接走开 就是不管他了 但是我起码可以有时间 去上个厕所 或者是去洗个衣服 那个地方 我们到现在还在用 就是我现在把它当成一个 我跟宝宝的亲子时间 就是我们每一天 会有一段时间 我会在那里面 给他讲故事啊 跟他玩玩具啊 玩游戏啊 然后我发现 他真的是很喜欢 在那个里面待着 他早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就自动 把门打开 他自己就进去 他开始玩了 或者是 他进去以后 他看看我 就是说 你不跟我进来吗 这不是我们现在要开始亲子时间了吗 就特别可爱 所以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 宝宝围栏 还有一个比较 random的东西啊 就是宝宝 装尿布的那个垃圾桶 那个垃圾桶 其实我们在他 出生之前就买了 但是在宝宝 六个月之前 没有开始吃腐食之前 你根本就不需要 专门的垃圾桶 因为宝宝的 爸爸是不臭的 他的尿布是不臭的 我们一直都是 在我们的这个卧室里面 给他换尿布的 六个月之前 我们都是有一个大的纸袋子 然后直接把尿布都丢在那里 然后满了就去倒了 一点都不臭 他就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 就把他丢在那里 一点都不臭 但是呢 到了宝宝 六个月以后 他开始吃腐食就开始臭了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封闭的地方 放他的尿布 现在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房间里 给他换尿布 然后那个垃圾桶就在 我前面 我现在是一点都闻不到臭味 一般呢 也是绝对闻不到臭味的 我们买的呢 这个叫UBI 应该是这么拼的吧 反正我到时候把链接啊 图片都给他贴在这里 这个垃圾桶 其实跟别的 专门的尿布垃圾桶 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觉得别的垃圾桶 应该也不臭 功能性也没问题 但是这一个垃圾桶 我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它可以用任何 你平时用的垃圾袋 大部分的市面上 同类型的垃圾桶 都要买它指定的垃圾袋 那种垃圾袋 一般都非常贵 长时间来说 性价比的考量 我还是推荐这一个 如果大家想在垃圾袋上面 省点钱的话 最后两个呢 也是跟科技有关的 一个呢 就是宝宝的监控器 我们家是到六个月以后 才开始用宝宝的监控器的 虽然我们宝宝两个半月 就开始在他自己的 小床里面睡觉了 但是我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都没有用 其实主要就是 我老公比较懒 到六个月以后 才给他装上 装上以后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因为到六个月以后 我开始给他做 睡眠训练了嘛 所以我主要是 把他当成 我的一个每天看宝宝的 作息时间的一个工具 后面呢 就不再用手机用 记录他每天睡眠的时间了 因为这个宝宝的监控器 就可以告诉我 他什么时候醒了 什么时候我们从床上 把他报出来的呀 包括还有视频 对我来说 就是控制宝宝作息时间 帮助非常大吧 当然这仅限于 如果他是在他的 小床里面睡觉的话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 但是对你们来说 可能大家就是 根据自己的情况考量吧 当然你们也不用买一个 专门的宝宝监控器 我们家用的是 Nanet那个监控器 不便宜 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想买 专门宝宝监控器 你就可以买一个 普通的监控器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Nanet对我来说 帮助比较大的 就像我说的 他可以告诉你 宝宝什么时候 你从床上 把他抱起来的呀 他睡了多长时间呀 包括他 有对你宝宝 白天和晚上睡眠的 一些分析呀 什么的 就是这个对我 帮助是比较大的 但是你们 其实说实在话 也不一定非得买 这么高端的 还有一个对我来说 帮助比较大的地方呢 就是我随时随地 他在睡觉的时候 我都可以看他 像我前一段时间 不是跟我闺蜜 出去旅游了嘛 然后我 我真的是想宝宝 想得不得了 白天还好 因为有事情做嘛 一到了晚上 回到酒店里面 以后就觉得 哦好好想我的宝宝 然后我就把那个监控 调出来 然后就看见他 在床上睡觉 哦你只能看好 几个小时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呢 也不能算是多 高科技的东西 也是一个监控器类的东西 就是车载的一个监控器 因为现在宝宝 还是头冲后面嘛 所以呢 我一开始买了一面镜子 就是可以折射到它 然后呢 我从后视镜里面 可以看到那个镜子 然后再折射到它 这样呢 你就折射了很多次 你的目光到这个后视镜 然后再到后面的那个镜子 然后再到它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我一开始 买那个镜子的时候 我不是做了一个购物分享吗 然后有一位网友 就给我留言说 你应该买一个 戴摄像头的 这样的晚上的话 你还可以看得到它 因为那种镜子 晚上黑曲曲的 肯定是看不到的嘛 自以为是我 还在那边信誓旦旦的说 啊 我们晚上应该是 不会出门了 所以也没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 那个镜子有多难用 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 不是我晚上出门的问题 我晚上确实也不能出门 但是呢 我发现这个镜子 真的是很难用 因为我们的汽车座椅 不是在后座中间的 那个位置 因为我们的车的问题 是没有把它放在中间的 所以我们是把它放在边上的 也不知道是我旁边的 那个副架的椅背太高了 还是怎么样 总之呢 我是没有办法 直接就这样一抬眼 就看到镜子里面的宝宝的 我总是要这样 欠起来一点 你知道吗 然后要够 我不管怎么调后面的 那个镜子 都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 把它调到很合适 就是我一下子 就能看见宝宝的 而且即使我能看见 也是看见宝宝的 这个半张脸 你知道吗 就看不到它全身 然后看得不是很清楚 就很讨厌那个东西 后来我就看到 我方路的一位博主 他做vlog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新买的 那个摄像头的 那个监控器 我就说不行 我下定决心 要买一个那个了 后来我发现 那个东西 也贵不了多少 也就贵个 二三十块钱而已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个 但是我非常推荐 我买的这一支给大家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个 那个画质 真的是很难看 太难看了 而且呢 它的那个监控器的 那个屏幕 它是这种翻盖的 翻盖的呢 就是你没有办法调节 所以呢 在某一个角度 就是比方说 太阳太大的时候 它是看不清楚的 你要把那个角度 稍微调一下 才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它有点反光 所以呢 那一个监控器 我是不建议大家买的 我已经退掉了 这个比我之前买的 那个贵二十刀吧 但是真的是天差地别 就是那个画质特别清晰 而且呢 它是可以随便调节的 它是粘在玻璃上的那种 你可以把它放在 你的驾驶台上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 粘在你前面的挡风玻璃上 它的屏幕的角度 也是可以随便调节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调节到 最合适的角度 所以呢 那一支 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唯一一点就是 它的那个摄像头 固定的那个带子呀 是松紧的 所以呢 不管你把那个松紧带 撑得有多紧 它还是会感觉比较松 所以有时候比较颠簸的时候 那个摄像头会稍微的震动一下 原来我想的是 可能会让我很不舒服 但是后来呢 我把它装上以后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就是 你不会一直盯着那个屏幕嘛 即使是有稍微有点震动 我觉得对我来说 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如果大家 觉得影响很大 你可以拿个胶带 把它再贴一贴 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总之我是非常推荐 我买的那一支的 OK 哇 我现在说的口干舌燥了 这个真的是我 比较喜欢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现在就非常喜欢看类似的视频 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欢吧 我知道每次我出母婴类的视频 播放率都不是很高 因为很多人没有宝宝的 可能就不是太感兴趣 但是呢 我还是遵从我的本心 就是我还是想出 我自己比较喜欢做的内容 这样的话 我才做得有激情 而不是只看播放率 所以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 即使大家不喜欢这次的内容 也希望可以继续支持我 我还是会继续出大家喜欢的内容 比方说讲故事的视频 有很多故事跟大家讲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地帮我 点赞转发收藏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关注我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